大家先請合掌 南謀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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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辭 我今見聞得授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註釋大家阿彌陀佛 上一次有說到 地藏經在蓮詞大師之前 提的都是法登跟法句翻譯的 到蓮詞大師之後 就改成四叉難陀 四叉翻譯的 上次有說到 那可能是因為十倫經 是這個玄章 不是 就是十倫經是四叉意 但是講錯了 就口誤了 是因為十倫經是玄章翻譯的 但是因為四叉難陀意有 這個 舊滅然惡鬼 陀羅尼神奏經 就是一般我們說的厭口 那跟鬼道可能有關係 因為我們不曉得 蓮詞大師為什麼 因為他裡面的序裡面也有講 但是說有一個比丘信安 那麼就是可能以這個四叉來代替 所以他就用四叉 然後他也可能認為 那麼四叉翻譯的有這個救度惡鬼的 跟地藏經相似 那有可能因為這樣 那麼也就把地藏經 那麼改成四叉難陀翻譯的 那以後我們就 所有的版本都變成寫成四叉難陀翻譯的 那這個我們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 接下來講一下地藏經跟我們的影響 因為地藏經對北傳佛教的影響蠻大的 像現在七月 那麼各個道場都在做法會 法會可以變成到了可以說明清以後 法會尤其是超度法會 變成是四叉經濟的命脈 那麼也是一方面一方面 四叉經濟多數是靠他 這是從明清以來才這樣的 明清以前沒有 那麼第二個就是 那麼中國人種孝道 那麼要拔劍超度父母 那麼也多數在這裡表現他的孝心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來的 就是地藏經對我們的影響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 這個地藏經 首先地藏經跟十殿閻羅結合 那麼編出了一本 這是中國人編的 編出了一本 地藏 地藏菩薩發心因緣十王經 那這個經裡面說到 因為人死了之後要經過十殿閻羅的審判 那地藏菩薩為了怕這些十殿閻羅審判不公平 所以都會參與審判 那這個其實是跟道家 不能道家是道教 那麼的十殿閻羅思想結合 那像我們現在大多數都認為 地藏菩薩是幽明教主 其實是受這個影響 就是他們 他變成是鬼王 十殿閻羅是他管的 閻羅王是他管的 然後我們大部分的排位 那麼前面都有地藏菩薩 那這個觀念其實也是人死為鬼 鬼就歸閻羅王管 但是閻羅王歸地藏菩薩管 所以這種觀念其實是後來才有的 那都是這樣 我們現在很多很多超度 很多地藏菩薩這種觀念 到底都怎麼來的 其實是跟這些有關係 那這個是 這個是 地藏菩薩發行因緣十望間 第二個 地藏菩薩跟慕連舊母結合 那麼通常我們看的地藏經 會覺得 這個地藏菩薩就像慕連舊母一樣 那慕連舊母是從哪裡出來的呢 慕連舊母是從這個 漁蘭盆經出來的 那因為地藏菩薩裡面有月地利女跟婆羅門女到這個軌道或地獄舊母的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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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緣啊 那這個地藏菩薩不是地藏菩薩 不是地藏菩薩 慕連 慕連就是慕見連 那正阿羅漢看見她的媽媽 墮在 墮在這個軌道或是地獄 非常 非常痛心 這樣 就去找佛 佛說 你必須要在七月十五這一天 那麼解下 剛解下完 那麼 還沒解下 七月十五還沒解下 就是要解下這一天很多人修行正果 那麼 你去供養這些人 那麼你的媽媽就可以得度 那 這個 這個 漁蘭盆經其實是中國 中國在演化 就是說 他根據有一本經叫做報恩奉盆經 西竟有翻譯一本經叫做報恩奉盆經 根據這本經然後再開演出來 那這本經到底誰翻譯的不知道 不過 慕見連母親墮地獄這件事 在各個經論裡面其實是都沒有提到的 那 這件事情應該不是事實 因為 牧見連的母親叫牧見莉 那跟捨立佛的母親 基本上 他們是投出婆羅門女 都是那一種 都是那一種 書香世家那一種的 那 漁蘭盆經裡面講到 牧見連的媽媽 墮入地獄 牧見連哭得很傷心 那麼這個第一件是錯的 阿羅漢不會哭 這是第一個 不會因為傷心而哭 那你像金剛經講 金剛經講 虛不敵替淚悲氣 那個是形容詞 那個是喜極而泣 是形容他聽到這個法 心裡面非常的翻譯 來形容他 來形容他聽到這個法的翻譯 並不是他真的哭 那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就算他的媽媽 就算他的媽媽真的墮入地獄 我們先講 牧連救母這個故事 因為我們現在的超度法會 跟 跟牧見連 跟地藏菩薩 跟人死為鬼 反正這很多東西都 都參在一起 那其實這個不是佛教的 真正來講 不是佛教 不能講不是佛教 但不是純佛教的 他參了很多東西 就參了道教的 參了道教的 參了奴家的 參了陰陽家的 然後就是參了很多東西 那照理來講 他說你七月十五 你去供養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有些 因為用功得解脫 那麼你去供養這些人 那麼他就能夠從地獄裡面出來 或是能夠救拔你的母親 就是他變成惡鬼 然後他 因為你去供養 供養眾生的因緣 那麼你的母親就可以脫離 惡鬼 惡鬼道 就沒有得吃嘛 厭口這些 那麼從佛法的角度上看 不能單單因為你不施給 不能單單因為你替你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不施給一個聖身 那麼你的爺爺奶奶 跟爸爸媽媽 就可以免除 免除夜報 這些佛法裡面賞 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可以這樣 如果可以這樣 釋迦摩尼佛 那麼應該要代替 很多下地獄的人去供養 比如說提摩達多 他也可以用這樣子 那麼一個人的夜報 不可能 不可能因為另外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的惡夜 不可能因為一個人的善業 而得到消除 另外一個人 因為業果是自作自受 必須他的 他要怎麼消除呢 如果從佛法的角度看 一個人如果 如果剁了惡鬼道 他要怎麼樣可以消除呢 那麼你對他 你為他做善事 有沒有用 那麼這個不能講絕對有用 或絕對沒有用 那你送經給他 有沒有幫助 首先要看他 假設他剁的真的是惡鬼道 沒有 惡鬼道就是其實你給他吃 他也吃不了 那你說那佛教不是有那種 開煙火爭眼嗎 乾露水爭眼嗎 念了他就可以開煙火 就可以吃得下嗎 沒有 這不是佛教 沒有那麼好 因為你不可能餘地做 就解除掉他的業力 他應該要受苦的這個業力 沒有 通常是要等到他從惡鬼道 惡鬼道 受完夜報出來之後才有 通常是要這樣 那假設他有辦法 其實他因為他跟你是共業 他跟你是共業 那麼他有辦法 他有辦法就是 從你那裡聽到經典 也不是說他聽到經典 然後你送經給他 送幾部地藏經給他 然後他就可以因此解脫 也沒有 也不是 如果是這樣 那在佛陀時代 就應該很多送經的寶慧 其實沒有 佛陀時代是沒有的 那麼 那些神通的 目見裡的 看見那麼多惡鬼 他怎麼不救他 也沒有 你在經典裡面沒有看到這個 他救的都是 他說法的對象都是什麼 都是一般的人 跟地藏經的思想是一樣的 就是說他不是去救 就是 十輪經 地藏十輪經的思想是一樣的 他最重要的不是 不是去地獄裡面救人 而是讓這些人不多地獄 就是說 不是把三二道的人 讓他 讓他不受苦 不是的 你既然墮了三二道 你就沒有辦法不受苦 而且要 這個苦盡 你才可以怎麼樣 夜報盡 你才可以 有改變的機會 所以 得人生難 聞佛法難 其實也是這樣 那麼你才有改變的機會 那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 把三二道的人救出來 不是 最重要的人 最重要的是 不是把三二道的眾生救出來 而是 讓人 讓人 不墮三二道 這個是地藏十輪經的思想 那地藏經裡面 稍微有一點點改變 變成要 救拔惡鬼 因為地藏 我們說 地藏 地藏三經 地藏三經主要是 地藏十輪經 那地藏十輪經 第一個 最重要的是 因為 因為從 初期大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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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一世紀之後 那個淨土的思想 淨土的思想 就非常的興盛 阿彌陀經 那個是初期大聖的 阿俱佛國經 到了後來 有所謂的藥師經 那麼 像這一類的 往生淨土的思想 乃至於 乃至於 往生到多率天 彌勒菩薩那邊 那麼 這一些往生淨土的思想 非常的興盛 那 多數的人都是 多數的人都是 彌勒這個娑婆 那想要求生淨土 往生到 蘇聖的淨土 那麼 這個其實跟 跟這個 菩提心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所謂 對藏十輪經 有一點點 跟其他人不一樣 其他大聖經典不一樣 大聖經典很多 也都是有講這個 就是 你要求生到蘇聖的淨土 或是你有很多這類的淨土的經典 因為 初期大聖有 有《波羅經》 是告訴你 怎麼樣證無我的 無我的深意是什麼 那第二個就是像《華元經》 強調那個菩薩形 非常廣大的 那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就是像這個淨土經典 各式各樣的淨土經典 非常的多 好 那這個 十輪經 有一點點 就是回歸到 回歸到釋迦佛 我在娑婆世界 修行 在娑婆世界 度眾生 那麼 度的就是 因為這裡雖然是五左二四 你看那個 阿彌陀經 十方諸佛都讚嘆 阿彌陀佛 但是 十方諸佛也讚嘆釋迦佛 能在五左二四 那麼 成佛度眾生 好 那麼 這個地藏十輪經 地藏菩薩 的出現 其實是 要繼承 繼承釋迦佛 這樣的修行風格 我就在娑婆世界修行 我就在娑婆世界成佛 我就在娑婆世界 度眾生 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後來才會有說 後來才會有這種說 釋迦佛把這個 他走了之後 把這裡的眾生交代給誰 交代給地藏菩薩 在下一尊佛來之前 那麼讓這一些人 都能夠不度三二道 能夠修行 其實 《地藏十輪經》的思想 這種大聖經典 這種思想其實很好的 就是 他跟其他 其他要往生淨土 求生淨土 的這一類人不一樣 就是說 要移民啊 要去哪裡 我沒有 我就在這裡 建設我這裡 我就是在這裡出生的 我就在這裡修行 我就在這裡成佛 我就在這裡度眾生 那麼這個觀念 其實是本來是非常好的 那這個是地藏十輪經的思想 他的重點 我們說修行 修行第一個重點 是 讓人不度三二道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才讓你 才讓你超越你現在的 現在的境界 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境界 在慾見 我們受了五欲的束縛 不能出離 就是說五欲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 你第一個要先 立於不敗之地 佛法裡面也是這樣講的 所以第一個是什麼 受五欲 讓你先不度三二道 可以得人生 這個是第一個 你看三規五欲 這是第一步 這是佛法告訴我們的 那地藏經其實 地藏十文經 其實是掌握了這種思想 那麼第一個 第一個 讓你立於不敗之地 你不度三二道 第二個 當然有菩薩 菩薩一定有自立立他 自立立他 自作教他做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 你要有能力 像地藏菩薩 他重點在 讓人不度三二道 因為是五左二四 容易 容易因為起煩惱 造惡業 就度惡道 那麼我們是人 那我們有學習佛法 因為你會 你會讀經啊 你會修行 都是因為你是佛教的 當然不是只有佛教才有修行 但是你會 比如說你會讀地藏經 或是你會依地藏思論經來修行 那基本上你是一個佛教的 他先讓你立於不敗之地 佛法基本上 我說過就是三個坎 就是三個次地 第一個 第一個 因為我們都是人來學佛的 就是 就是以人來學佛 那麼這個人來學佛 你本身是人 就是表示說 表示說 不管你是從三二道來的 從天上來的 從人間來的 從他方世界來的 不管 反正就有很多種 那麼你現在的狀況就是人 那麼這種人就是表示 你是以五屆十三的業比較重 所以你才會做人吧 就算你從三二道來 你也是因為你的軌道的苦受 夜受完了 夜受完了 你在剁軌道之前 你有這種人道的業 然後人道業 接著換受人道 所以你現在人的特性是比較具足的 好 那麼所以你要先掌握 讓你現在利於不敗之地 不會墮落三二道 所以從修五屆十三 五屆十三 人天人天 好 那麼再進一步 再進一步 你要超越這個人 超越這個人是什麼 修定 因為定就離五欲 定就離五欲 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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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保持人生 五戒 一般在家出家都一樣 就是你有五戒 自己出家戒也一樣 殺到盈獄是放在最根本的 好 那麼你有了這個戒 你就保持人生 一個戒在修定 超越你現在的境界 我們現在叫做欲戒 人是欲戒的人 只有天有色無色 人沒有色無色的人 天有色無色天 人沒有 所以人是欲戒的 那麼欲戒的人 他就是有局限 有習 有他的限制 人就有人的限制 像我們就這麼高 壽命就這麼短 天就不一樣 天都是一千歲 那 他福報比較大 他不容易老 然後他 思一得一 思死得慈 他不用那麼辛苦 我們有局限 我們幾分鐘沒呼吸就會死掉 天人不會啊 我們一個月不吃飯可能就死掉 天人也可能不會啊 因為他 他不用張國這些 好 所以人是有局限的 那麼受 第一個 受夜的局限 第二個受五欲的局限 受煩惱的局限 所以你必須要超越 先要超越 因為你這 你之所以會做人 跟你的五欲有關 你是會生在欲戒 你之所以也會生在欲戒 跟你的五欲 比較重有關係 所以他現在 你如果要解脫 你是要超三界 解脫是超三界 那陳柏 那更不用講 所以你要超越三界 我們叫做超反入勝 第一個 你要利於不敗之地 先保持人生 那如果你這一生 造了三二道德業 你下一輩子就剁三二道 一旦剁三二道 叫做三土八 你是不太 你說那 我有幾個孝子賢孫 每年幫我做超度 我就可以很快回來 沒有 我告訴你沒有 這個是後來才有的 佛法都是自己修的 你不能靠說 靠你的子女孝順 沒有辦法 你不要講什麼 穆建年 穆建年的 不是穆建年 舍利佛的媽媽 生了七個小孩 七個都鎮阿羅漢 七個都鎮 最好最少的那個君提撒咪 八歲就鎮阿羅漢 但是穆建年的媽媽還是凡夫 後來 你沒有人說 那這幾個小孩 這幾個小孩 聯合起來 這個送金給他媽媽 超度他媽媽 就好啦 沒辦法 他媽媽要得解 還必須捨立佛 捨立佛 要入涅槃之前 想到他說 他媽媽有 他們家有七個阿羅漢 他們家 一家 除了他媽媽之外 他爸爸不知道在哪裡 可能早就往生 他媽媽還是大歪道 他才回去 要 他想要他入涅槃 因為穆建年 入涅槃了嘛 他也跟佛陀告假 他要入涅槃了 佛陀說好 然後他就 回他出生的地方 要渡他媽媽 他們家七個阿羅漢 穆建年是智慧定義 他最小的 穆建年的弟弟叫君提撒咪 八歲就鎮阿羅漢 那麼厲害 那麼穆建年 當你要入涅槃的時候 他那些兒子都長大了 那他的媽媽 會不會因為他們家有七個阿羅漢 我們都還不是 我們都是凡夫 然後我們憑著 送個佛經 就可以超渡我們的父母 我告訴你 沒有這麼厲害 那穆建年 你看捨立佛 不是穆建年 捨立佛 捨立佛的母親 是怎麼樣得度的 他要入涅槃之前 回家 像維摩姐這樣 生病 是病 然後很多人來看他 他藉這個機會 慢慢跟他媽媽講 慢慢跟他媽媽講 然後讓他媽媽知道 三界不安 那麼這個輪迴是苦 等一下我們會講這個 到底 到底 佛陀上道立天師 跟母親講了什麼 因為我們會習慣 我們北傳的 習慣就是地藏經 就是講地藏經的內容 那其實 不能講沒有關係 因為地藏經很多內容 偏重 我們說他繼承 繼承十輪經的 偏重再講三二道 就三二道的眾生 所以他的內容 講了很多什麼地藝 是地藝 其實 我們如果從長情講 釋迦牟尼佛在天上 不太可能 為他母親 講什麼什麼地藝 怎麼講那麼多地藝 不太可能這樣 天上的天人 跟地藝是離很遠的 那我們剛才剛才講 這個捨立佛 還必須回去跟他媽媽講 讓他媽媽慢慢慢慢 對佛產生信心 對佛產生信心 因為很多人都來拜佛 都來禮敬 禮敬這個捨立佛 那些長者 那些國王 那些大臣 聽說捨立佛回來 在家每個人都來禮拜 他的媽媽因為 不曉得他的兒子這麼厲害 一般都是這樣 你兒子再厲害 對他媽媽來講 你就是我兒子而已 都是這樣 然後他不曉得他兒子這麼厲害 他就很一樣的眼光說 這些人都來跟你鼎禮喔 捨立佛就有一句話 因為他媽媽是外道 他是類似像那個梵天的 他不信佛教的 因為他們出家都沒有回去嘛 然後他只有一句話 一開始只有一句話 他跟他媽媽說 媽媽我不厲害 我的師父比我還厲害 蛤? 他說蛤?你師父還比較厲害喔? 你這樣已經 國王 你看那些國王 他都要跟他鼎禮的 那國王大臣都來跟他鼎禮 到最後那個天人 那個天人 從刀立天 世王天 刀立天 乃至於他拜的梵天 都來跟他媽媽鼎禮 他 他媽媽就非常訝異 他只有一句話 我不厲害 我的師父比我還厲害 所以他從此對佛產生信心 要先歡喜信受 從這個信心他看到了之後 他就跟他媽媽講 後來他媽媽就開始問他 你師父這麼厲害 那你師父都說些什麼 開始講 一定講 他媽媽如果要解脫 一定要牽涉到什麼 才可以解脫 牽涉到無我才可能就解脫 緣起 中到無我 如果沒有 你是不可能得解脫的 不可能說 不可能說 我就送一本金給你聽 我就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夜報的理則給你聽 然後你就可以得解脫 有沒有 一般來講 凡夫跟聖人最大的差別 最大的差別 就在 就在有我見跟無我見 就是你斷除身見 三節出國最初就是斷三節 第一個對因果夜報 有很正確的理解 這個叫做沒有借進去 第二個 這修行的方法 有很清楚的了解 這個叫做沒有疑 對四弟沒有疑 我們想一下 很多人對佛法 那個很基礎的東西 不知道 就覺得送個經 念個做 或是佛加持 就可以得解脫 沒有這種事 沒有這種事 那也不可能說 那我代替我媽媽去供養阿羅漢 那我媽媽 這個阿羅漢就會放光加持我媽媽 我媽媽就可以 從惡鬼道上來了 我告訴你也沒有這種事 那這種 凡夫跟聖人的差別 金剛經中 一切閒陣皆無違法而有差別 那麼凡夫跟聖人的差別 就在斷三節 三節裡面最重要的 是身見 應該是這樣 假設你斷了身見 身見就是我見 你斷了身見 你就是聖者 四雙八倍的聖者 那麼如果你沒有 你就是凡夫 所以關鍵 一般來說 摩耶夫人是正出國 摩耶夫人是正出國 就是佛跟他說法之後正出國 那你要正出國 那麼你要解脫三節 第一個你要對這個三節 對煩惱生厭禮 那不然是不可能的 那麼你要怎麼樣斷 斷身見呢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理解 無印無我的道理 或是你見到生死流轉的根源 無明 無明就是我見嘛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有生死 我常常講佛法 就講兩件事而已 兩件事 第一個 我們為什麼會受苦 第二個 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不受苦 其實這兩件事 那你知道 我們現在在受苦 我們為什麼會受苦 你去理解這種事 等一下後面我們會講 我們後面還會操完 其實他就跟他講這個道理 他才有可能得解脫啊 不然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會受苦 那就開始講 苦從哪裡來 苦就是因為有這個生死 有身體就會有苦啊 老子講的 無有此生所欲 我有這個身體所欲 有這個大患 有這個苦 那佛教也是這麼講啊 你既然有 有出生了 你就必被 一旦出生 有這個身體 無印生 你就必然要有老病死 怨症會 愛別離求不得 一定要有這些苦 不可能沒有 那麼這些苦 是伴隨你的身體而來的 就好像說 你既然身為人 你就要吃飯 你不吃飯你就會餓 你不喝水你就會渴 它就是一種局限啊 那你就會有這種苦 那你不可能沒有 好 那這個苦既然是 從有這個身體來 那就要一直再問下去啊 那這個身體從哪裡來 從夜來 啊 基本上是這樣 那怎麼會有夜呢 就是它是有嘛 就是那這個夜是什麼 是怎樣 我們會有這種 這種夜呢 我們叫做夜報生嘛 啊 那這個夜 這個夜的主要是什麼 就愛跟娶 愛跟娶 無名愛 所以佛法基本上就講這個 無名貪愛 無名為父嘛 貪愛為父嘛 而有眾生嘛 無名跟貪愛 所以 無名之後是醒是夜 它是從三世講的 那麼愛 愛之後 直取 那麼這個直取裡面 直取裡面 對我的直取是根本的 直取因為你一出生 你就對我直取了 你也是對我直取你才會出生的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這個取裡面 我與取就是我見 那麼主要還有一個欲取 就是無欲啊 那麼你身為人 基本上就有這種 對無欲的需求跟直取 一定是這樣的 比較香的 比較好吃的 比較好看的 比較好穿的 你自然就比較會直取那個 這個是一種習慣 也是一種業力 好 那麼你了解了之後 你了解我們為什麼 我們現在在受些什麼苦 我們未來會有什麼苦 佛法教我們的就是這樣 第一個你一定要清楚 我們現在正在受什麼苦 現在不受的未來會有什麼苦 你現在年輕以後會老 你現在健康以後會病啊 你現在活著以後會死啊 你現在富貴以後可能求不得啊 你現在旁邊都是讚嘆你的人 以後可能會有毀謗你的人啊 那現在你在你做招的人 都跟你很好 這些人有可能 還在非常好的時候就離開你了 愛別離嘛 願正會嘛 求不得嘛 那麼這一些是 有些人現在正在受 有些人可能未來一定會有的 好 那麼你先了解 佛法系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這個 如果從這個本行經講 這個是寫的比較詳細啊 其他的寫的不多不詳細啊 都不多啊 記載的不多 那麼一定是 因為我們要做比較 就是說 如果佛上道立天為母親說法 他應該要說些什麼 才能夠真正利益他的媽媽 那我們不是啊 我們就覺得 七月十五我們就 通常都會送地藏經嘛 送幾遍 然後就可以超度我的祖先嘛 然後就像這樣 那麼 第一個那什麼是超度 我們如果要 因為法會就是這樣 第一個什麼是超度 超度的意思是什麼 是讓他離開軌道就超度嗎 還是讓他 還是讓他可以得解奪 反正就很多種 那麼 第二個 超度的概念 第一個超度的概念是什麼 第二個 這個 要怎麼樣超度 為什麼 那這樣為什麼可以超度 這個我們要知道 我們說 我們一件傳下來就這樣 不是 所以 很多人不理解就是 通常就是 研習 研習過去的錯誤 那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們看那個清朝 清朝流行那個壽生經 壽生經你知道嗎 現在沒有了 到民國還有人在辦 壽生經就是講 人喔 人活的時候 都是跟研流網借錢來投胎的 所以死了之後 還沒死之前 就要燒那個 燒那個褲錢 所以以前有燒褲錢啊 我們為什麼會燒褲錢 扣錢啊 就是從壽生經來的 現在有些人還保留這種習慣 以前我爺爺奶奶往生的時候 我記得 都是 這些兒子女兒孫子 每個人出幾分幾分嗎 他有兌換率 我不曉得多少 就是你一千塊 可以買他一千萬的樣子 我不曉得 就像這樣 他有一個兌換率 然後我就是 我出一千萬 你出兩千萬 他出三千萬 那全部都燒給 燒給我奶奶嘛 圍起來好多耶 你知道嗎 那我們鄉下很大的地 都沒關係啊 就在那個野地上燒 然後一家人 就是整 因為那個家族都很大的嘛 二三十個人都圍起來 晚上就在那邊燒褲錢 燒給他 我記得他很清楚 那後來我就知道 褲錢是從哪裡來的 從壽生經來的 從壽生經來的 還有一個就是 那個時候還流行所謂的雪盆經 雪盆經就是 就是說 女眾生產 會有一些血污染 所以如果你不跟他送雪盆經 那麼 他以後就會墮入雪盆地獄 會像這樣 這個都不合乎佛法 這個都不合乎佛法 但是很多人信啊 瘦生經就是你要燒褲錢 而且他還有看喔 你是幾月幾日生的 你跟圓螺網借來的錢 不一定喔 比如說我是 比如說我是六月的 我是屬馬的 然後我可能借了三千萬 你是屬龍的 可能借七千萬的 那你要燒的不一樣喔 你看 那這樣也有人信 為什麼 不懂佛法 你懂了佛法你就知道 這個不合邏輯 不合佛法 你是不會信的 可是你看喔 那個清朝那個時代 非常多人信喔 你看 你看那個紅樓夢裡面 那個 那個都要燒那個壽生 送那個壽生經 送那個雪盆經 那 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流行 因為正法不流行 正法不流行 就是錯誤的佛法 才一直流行 我們叫做山寨版的佛教 那麼 這個正版的佛不流行嘛 那山寨版的 山寨版的是怎麼樣 山寨版的就是 他複製他那些功德嘛 然後你不用自己修嘛 你出錢我替你修嘛 基本上就是這樣啊 講的比正版的更殊勝 還又更便宜更方便 很多人就談這個啊 就覺得啊 我就不用自己修 然後我也不用 我就出錢 然後就可以超度 花少少的錢 可以做很大的事 這個就是山寨版的 那佛法裡面 後來習慣流傳這個 那我們很多人 很多人 做超度我會 其實不太管 他有道理沒道理啊 其實因為大多數人 也不懂得佛法 老實講 那懂一些佛法的 他也不是很懂 所以就會覺得 我們有些人讀了一些佛教的經書 他會覺得 這看起來不像佛法 也不太合乎佛法 但是如果我不做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反正花一點錢而已嘛 萬一有效呢對不對 然後反正就做嘛 所以每年在超度嘛 那你說他罪怎麼那麼重 每年都超度都沒有辦法超度上去 是不是 你們如果超度 是不是每年超度 每年嘛 超度到你死為止嘛 對不對 是嘛 每年寫嘛 每個人都這樣啊 我知道啊 今天我如果為我媽媽寫 這個試驗啊 我就採一張 第一個是 超度是因為他墮入軌道 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墮入哪一道 但是萬一他墮入軌道呢 對不對 然後這個超度到底有沒有效 我也不知道 但萬一有效呢 對不對 那如果超度 如果超度了 今年超度有效 今年就上去了嘛 對不對 那萬一他不願意上去 或超度沒效呢 所以就每年超度囉 那你說那這種 這種觀念對嗎 不對嘛 如果有效那一次也有效了嘛 你如果說 買一張機票給一個人 飛去哪裡 那你就買一張而已嘛 那他已經飛去了 你要買每年買一張嗎 不可能嘛 那你就是 他每次買去 他飛機都沒飛 還是飛機故障嗎 那你送的精神沒有效嗎 還是這些師父不夠力嗎 如果有 那你為什麼還要每年超度 如果沒有效 那你為什麼要超度 那你不會想想這些道理嗎 那有些人會說 有時候他越這樣重一點嘛 對不對 他第一次超度不完嘛 超度多一點他就去了嘛 他又會這樣講 對不對 那你就說 那這樣也有道理啊 對不對 那你就每年超度 每年超度 可是 第一個 這種 這一種觀念不是佛教 佛教的理則 一定是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那 這個 而且 一定是 如果你要從一個不好的地方 脫離出來 第一個一定是 第一個你的業要消除 你的心要改變 一般來講 有三種 三種因素 決定我們 會不會離苦得樂 第一個是 最重要的是你的心 你的業 還有你的緣 這三件事 你有沒有善人 你有沒有善根 你有沒有善業 那麼 才決定 那你要什麼樣方法 讓你的母親發善心 或是已經往生的 那麼 已經往生的 如果他在軌道 他能不能聽見 這又是一回事喔 他在什麼樣的軌道 他不一定喔 那麼 最重要的是人 佛法都是重在人 就是 他要往生之前 最好是他沒有生病之前 最好是他健康的時候 你跟他講 再沒辦法 他在生病的時候 再沒辦法 在他彌留的時候 觀無量壽經也是這樣啊 你跟他誦經 誦這個無量壽經 誦觀無量壽經 你要在他 地藏經也這麼講 那麼 地藏經說 你要這個彌留之際 你要讓他 誦地藏經 而讓他生生入耳 讓他能夠聽得進去 也是這樣 其實原來是這樣的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在 他好的時候 你要讓他 改變這個心 相信 相信這個佛 相信這個三寶 歸依三寶 像目見人 不是目見 捨立佛就這樣啊 那個時候 他要入念盤 但是他母親身體還很好 他的母親沒有病啊 他在這樣時候 他回去 先讓他母親 對三寶生起信心 第一個 對佛生起信心 第一個 然後他開始也覺得 他這個兒子 做佛的弟子 這麼厲害 對生生起信心 然後再講 那你師父都說些什麼 對法生起信心 你看 他就從 你要對這個三寶生起信心 所以 信行人 信行人 正果 它叫做什麼 事不壞性 佛法生戒嘛 你看 他要在五戒 戒的基礎上 對三寶生起信心 然後 他到了一個程度 他得事不壞性 那法型人 叫做法遠鏡嘛 他見那個 見那個圓棋 見那個 但是事不壞性 也可以正握的 一樣的 因為他事不壞性 對這個法 尤其對這個法 所以 凡聖最重要的差別 因為我們講到這個就是說 假設 假設釋迦佛 要對他的母親說法 他要讓他的母親 因為他母親生到刀立天 他過的日子 不是刀立天 刀立天對 生到刀立天 他過的日子可好 他也沒有苦啊 他在刀立天是還沒受苦的 而且剛生不久呢 為什麼 釋迦佛 釋迦佛生下來 聽說是七天啊 摩耶夫人就生刀立天了 那釋迦佛在 為母親說法 據說是成佛之後 不知道第幾年 不知道第幾年 然後就餵 第七年的樣子 好 有人要查看 就是餵他 就是所以不久 那對天上來講 才剛生不久而已 才更生不久 那他才過得更好的日子而已 那他為什麼要上 上天為母親說法 如果要為母親說法 他必須要說什麼 才可以讓他母親 離這個 刀立天還是在武裕裡面 刀立天一樣在裕界 只是他的裕比我們更殊勝 所以他必須要怎麼說 才能夠讓他的母親離裕 我們是要離裕二 二是三二道的 我們是要離裕二 刀立天上沒有二 他沒有殺到淫忘這種事 沒有 但是他就是染著這個五欲 我們是要離裕二不善之法 就這麼說 第一點就是要離裕二不善之法 那二不善基本上就是離三二道 再來就是要離五欲 你才可以超越你現在的境界 不被欲界所束縛 然後再修定 修定 修定就是可以超越 超越這個五欲 修定就是可以超越 離欲嘛 修定可以超越五欲 然後修界可以 可以不 離二不善 然後再修定可以離五欲 然後再修慧 可以離什麼 離色灘無色灘 那你就出三界了嘛 基本上是這樣喔 那所以這個是佛法教我們的 那我們必須從這一點下手 那這個捨立佛 捨立佛度他媽媽 那麼也是這樣啊 讓他媽媽第一個先對佛法神起信心 然後對三寶神起信心 然後在他有信心的時候 跟他說法 這個時候他會很專注 因為他有信心嘛 就好像你很想賺錢 那麼你對這個人也很有信心 他告訴你怎麼投資你會很專心聽 一樣的道理啊 所以 所以你有恭敬 因為他說我師父比我厲害 他就恭敬 有信心又升起恭敬 那麼這個時候 聽法就很容易入法 知法入法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你看捨立佛又度他母親也是這樣 那如果釋迦佛又度他母親呢 一樣這樣 你天人跟人是一樣的 只是天人是人間比人更有大的福報而已 那他 捨立佛他的 他們家有七個阿羅漢 捨立佛要度他母親 依然是要為他母親說法 釋迦佛有十例 十例似乎所謂十八不共法 要度他母親 依然要為他母親說法 而且要能夠讓他母親 第一個聽得懂 第二個能夠明白 而且能夠誤入一定是要這樣 那麼首先第一點都是要讓他禮遇 禮遇 讓他知道 讓他知道輪迴是苦 讓他知道輪迴是苦 讓他知道輪迴的苦從哪裡來 讓他知道怎麼消除輪迴的苦 後面就會講這些 那麼這個才是真正說 假設釋迦佛要為他母親說法 他要怎麼說 那我們還要講到這個 剛才是講超度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地藏 其實地藏我們現在的寶會 跟這個 地藏的信仰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們先看 第一個就是 因為他跟慈殿元裸結合 我們現在也是都是跟 說地藏菩薩是幽明教主 其實 其實這個是誤會 地藏菩薩不是幽明教主 也不是在管陰間的鬼王 不是 不是閻羅王之上是地藏王 不是 這個是錯誤的 那多數的寺院 都把那個骨灰塔跟那個牌位 前面都放地藏菩薩 其實這個也是受到這樣的影響 其實地藏菩薩真的要講 其實跟觀陰菩薩跟賢菩薩 其實是一樣的 他都是菩薩 他救度的都是一樣 其實是一樣 那也不是觀陰菩薩就比較 比較不管三二道的眾生 不是 只是地藏十輪經 地藏菩薩的觀念 他比較偏重 我們剛才講 比較偏重在那些三二道的眾生 那 但是他不是去救三二道的眾生 是讓人不墮三二道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麼因為 後來的人的根基就 就是信仰就 對佛法的信仰就越來越少 那根基越來越差 那以前是 你學了佛 那稍微跟你講一下 你就是 諸惡莫作重三奉行就可以了 那你不要剁三二道 那講的不很多 都告訴你 你怎麼樣 修十善 怎麼樣 怎麼樣修定 怎麼樣修慧 講這個 那後來這些 慢慢慢慢沒有了嘛 就變成慢慢 越來越下面越來越 要告訴你怎麼樣 不剁三二道 後來就變成 後來就變成 沒關係 你剁三二道 你現在只要有地藏信仰 你剁三二道 我就可以把你救出來 就變成這樣 後來就變成這樣 那 這個 是慢慢佛法 開始慢慢演化 然後地藏信仰也是 就是慢慢慢慢變成 變成專門在 救拔惡鬼的 那因為後來又跟 我們講 跟慕年舊母 那慕年舊母跟 宜蘭盆青 剛才我們講宜蘭盆青 那宜蘭盆青也是講 就是講木劍人 而木劍人的媽媽 應該沒有剁 應該沒有剁 因為其他的都沒有剁 沒有講到這件事 其他的沒有講到這件事 這個跟 我曾經去過泰國 那麼 泰國跟這個 泰國跟台灣的不太一樣 台灣是說 說 慕年的母親墮入地獄 或是墮入惡鬼 然後他要救他媽媽說要共生 7月15這天共生 泰國有一點不一樣 泰國要為他的父母做功德 他是說捨立佛過去世的母親 也墮入軌道 不是這一次的 就是要過去幾世的母親墮入軌道 那麼他要幫助他媽媽就是 他們都是蓋生寮 蓋生寮 然後用他父母的名字 父母的名字 然後蓋生寮給出家人休息 又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共生 後來就變成慢慢變成普渡了 變成說 本來是7月15 玉宜蘭盆經 7月15 然後這一天解下 然後你去共生 然後公德回向你的父母 然後讓他脫離軌道 後來慢慢慢慢就跟結合 結合民間信仰 就變成7月15這一天 然後你 把很多東西供養這些軌道眾生 後來就變成這樣 其實這個其實慢慢慢慢改變的 好 那 那 最後我們的超度很會就是說 奴家的聖宗追遠 他眾孝道 他眾孝道 而且在人死之後 然後 我們又長期有那種 人死為鬼的觀念 比如說 父母死了 或是有親倦朋友往生了 我們為什麼要跟他做超度 因為 那如果他生到天上還要你超度嗎 如果他生到天上 但是我們佛教主基本上不管那麼多 就算你認為他會往生極樂之間 你還是跟他做超度 對不對 一樣啊 就算他說他自己要往生了 你還是一樣跟他做超度啊 你一樣啊 那還是一樣幫他辦那個三死信念 你看辦信念是什麼 算是信念是會鬼做的啊 就算很有名要念念佛求往生的法師死了 我看他的弟子還是會跟他做三死信念 你信不信 一樣啊 那這為什麼 那他需要你超度嗎 好 那麼這個是 那我們一般就是人死為鬼的觀念 死了就做鬼 做鬼就要吃 所以要拜嘛 要拜一些有的沒有的嘛 讓他可以吃嘛 那其實做鬼 做鬼是要吃沒錯 但做鬼吃的跟你不一樣 第一個他不一定吃得到 第二個他不一定吃得下 第三個他吃的跟你不一樣 真的啊 你看那個鬼跟動物一樣的 有些動物吃泥土 那你給他吃蛋糕 他可能會yes 真的啊 你把一隻蟲蟻放在 放在這個泥土裡面 他很快樂 你把他放到蛋糕裡面 你說為他做生日 你試試看 他要死在蛋糕裡面 對不對 他不吃那個啊 那你長眼看到大便很歡喜 那你蜜蜂看到花蜜很歡喜 那吃的是不一樣的東西的 那鬼也是這樣的 那不是所有的鬼吃的跟人一樣 所以你給他拜什麼拜什麼拜什麼 那個是 那個那個那個不一定 第一個他不一定能吃 第一個他不一定做鬼 他不是做鬼 他不一定做鬼 第二個做鬼了 他不一定吃得到 他不能來嘛 第二個他能來 他也不一定吃的下 這個他不能吃 所以很多東西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 但是後來就變成習俗 這人死為鬼其實是陰陽家的觀念 陰陽家 奴家裡面 奴家 道家 陰陽家的觀念 他講人死為鬼 好 這個是奴家的 那再加上余蘭盆金 這七月十五 那七月十五中原可能是道教的觀念 那余蘭盆金是佛教的 不過不是正統的佛教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個佛說常受滅罪 童子 佛說常受童子啊 滅罪陀魯尼金的這樣子 那麼這個 這個後來也影響 以前我剛學佛的時候還沒有 拜什麼 英靈 那現在很多啊 現在很多 拜英靈 那因為現在墮胎的比較多 科技發達 那麼 墮胎比較容易 以前不容易啊 那墮胎的比較多 那墮胎之後都會有罪惡感 那你又學習了佛法 覺得他是殺身 殺身有罪 罪惡感又加重 那這種加重的罪惡感 會讓你一直想超度他 那麼你一旦有了 第一個會讓你疑神疑鬼啦 你一旦有了痛苦 有了災難 或是有了不順 你就會覺得 唉呀 那個英靈來纏繞 開始會有這種疑神疑鬼 很多人都會這樣 那這樣開始你就會想超度英靈 那 那你有沒有英靈呢 沒有 我在這裡跟大家講 沒有 那你說好 假設是有啦 你說那有 那你就真的啊 就那個我聽到孩子的哭聲啊 我告訴你 疑心會生暗鬼 本來沒有的會被你生出來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好 那麼假設說有 這個人死了 一個小孩子死了 小孩子死了 叫做英靈 那老人死了叫什麼 叫老靈 病人死了叫什麼 叫病靈 那女的死了就一直做女鬼 男的死了做男鬼 那窮死了叫做窮鬼 病死了就做病鬼 是這樣嗎 不可能啊 夜暴理論不是這樣子的啦 那你說好 那 因為人死就脫離這個身體了嘛 那 那他當然有可能 一般後來 後來就變成 其實佛法一開始沒有講所謂的中英聲 後來開始有講中英聲 是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 那我們北傳的基本上比較少講 以前比較沒中這個 以前佛教裡面 所謂真的要超渡 就是超越渡脫你現在的苦 超渡是超越跟渡脫 超越就是說比如說我現在是 超越就是超越我現在的煩惱 渡脫我現在的苦 其實你要解脫嘛 那 最好的就是你在年輕的時候 你活著的時候 你健康的時候 那再不行你病了的時候 再不行你快要死的時候 那已經死了就沒有救了 已經死了就沒辦法 已經死了就沒辦法 但到西藏 他在死了之後還沒投胎之前 還有辦法叫做中英聲救渡法 後來這個中英聲救渡法 又跟我們現在的超渡結合 都是在死的時候做佛事的 那通常是49天 通常中英聲的觀念 這個還沒有寫 還有中英聲的觀念再加進去 通常是49天 那不是說第49天 依這個中英聲的概念 南傳沒有在講中英聲 南傳是沒有講中英聲 北傳有的講有的不講 藏傳一定有中英聲 他們有中英聲救渡法 而且很重中英聲救渡法 那北傳有的講有的講沒有 那如果有 如果有那到底幾天 那講的也不太一樣 那後來統一的說法就是49天 每一個七是個關鍵 後來我們就做七嘛 七七嘛 那每一個七是關鍵 那並不是說49天後投胎 不是這樣子的 通常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沒有中英聲 我們綜合來講 一般的人沒有中英聲 那最明顯的就是 地獄的人跟升天的人是沒有中英聲的 他那個善業直接去 他那個惡業直接去 他沒有中英聲 那麼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多數都是 在往生前 他善樂業就決定了的 善樂業都已經決定了 那不會說 你到往生的那一刻 你的善樂業一樣多 很少這種人啊老實講 但不能講沒有 有但少數 所以多數的人 多數的人 其實 在往生前善樂業就決定了 所以他一旦命中 受暖事 沒有了 然後命中了 他就投胎去了 沒有中英聲的 那個時候 你跟他做什麼都沒有用的 那少數的人 少數的人 他善樂不定 地獎經也是這麼說 我們還沒講 先稍微 地獎經也是講這個道理 善樂不定 那是針對少數的人 善樂不定的人 那麼 他那個時候還沒投胎 那一般來講 都是第一個七之後就會投胎 再不行 第二個七 很厲害 那麼 最多最多 那個是最多最多 那 第七個七 他一定要投胎 就好像你正出國的 出國的 他最多七次人間王法 但很少到第七次 你看那個阿難 在佛的時候正出國 佛沒有他會正阿羅漢 很多 他不用到第七次 他第二次第三次 他基本上就正阿羅漢 沒有到那麼多 他是說最多最多 那麼一般這種情況就更少 人死有中英聲這種情況 大概不到十分之一 那麼這個到第七次 他才確定 業果才確定 這個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但是因為我們就 基本上就大概都信這個 所以 就 都做嘛 因為說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有沒有確定 那時候你就跟他做七七 也是孝順 就是萬一 萬一 他不能確定 G七七 我們跟他做了 但是雖然那你說 做這個有效嗎 假設他真的 這個就要提一個潛艇 假設他真的有中英聲 但是我們大部分也不是 超度也不是真的中英 就是軌道 跟中英聲又不一樣 中英聲其實是不用吃的 軌道要吃 中英聲不用吃的 人死之後中英聲他不用吃啊 他那個是 他那個是 一生聲啊 一世所成聲啊 他那個不是夜暴聲啊 我們通常是夜暴聲嘛 他不是 所以他基本上是不需要吃的 但是我們 我們基本上 所以我們的 我們佛法的超度觀念 是全部結合在一起啦 啊 就像那個羅漢家一樣啊 那個 全部都全部弄在一起啊 全部的觀念加在一起啊 好像特別殊勝這樣 那 這個其實不是 那 但是我們基本上就是 也給他拜 那給他做 給他做超度 那給他做七 那做七 假設沒超度 那就沒有了嘛 那還有呢 還有做百日的呢 超過七七的嗎 做對年呢 那 那一樣啊 那這些其實是牽涉到很複雜的民俗觀念 啊 就是 就是 假殘雜在一起的啦 那我們說 現在的超度 大部分以前我 剛剛學佛的時候 還很少見到 所謂的英靈這種事 不是沒有 但很少 那現在多數的瓦匯都有 英靈的超度排位 不是英靈而已 還有他家的 小狗小貓 也有排位 真的 這個又是現在才有的 以前沒有的 現在很多人養的貓跟狗 當做兒子女而已 他覺得 他很有靈性嘛 然後他也要跟他超度嘛 那一樣跟他送這個經 那 那 他聽得懂聽不懂是一回事啦 我的心意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 現在就很多 那日本還有更離譜的就是 他超度不只是 活的還有他的玩偶 機器人 他也超度咧 真的 所以你看超度法會就變成到 那 像英靈這種其實 其實是不合乎佛法的 那這本經本身講的就不合乎佛法 為什麼 因為他講 五逆罪是 墮胎啊 殺英是五逆 佛法裡面沒有講 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生血 他沒有 然後 這個 所以基本上 這本經應該是日本人編的 從日本出來 日本人編的 那日本人有那種 地藏喔 水母 那種叫做水母啊什麼 就是嬰兒 那 水子母啦 那 這本經 基本上應該是日本人編的 然後 我們也受了這個 後來也受了這個影響 那麼 所有的超度法會 對啦 或是法會裡面都有奶瓶有沒有 還有玩具還有糖果 就是要給英靈的 那這樣其實也很離譜 那你只照顧小孩子 那那些 那一些糖尿病死的 你不肯他準備一些胰島素嗎 那些腳斷掉的 你不肯準備一些拐杖嗎 對不對 那至少要拜幾香雅培吧 那些在安養院往生的對不對 他們都是灌那個雅培的啊 對不對 那你怎麼不做這個呢 那 假設這個死了他就要這樣 那 那你不能只是給 給嬰兒奶瓶啊 而且他今年嬰兒 你做十年他還是嬰兒 有這種事嗎 那這種就是人死為鬼的觀念 這種觀念一定要打破 不然我告訴你 你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賤曲 就是 我們之所以 我們愛取有的曲 你貪愛 然後你直曲 你直曲 這個曲就是直曲 你有一些觀念 你有一些觀念 一直這樣認為 直曲是這樣 見曲 錯誤的觀念 像這種觀念就是見曲 然後借進曲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借進曲 然後對五欲的貪愛 欲取 那麼這個沒有打破 你打破不了 我要欲取 就生見 所以我們剛才講 三節 三節你一定要在什麼 我們剛才沒有寫完 我們把這個寫完再下來 凡聖最大的差別 凡夫最大的差別 三節 三節不斷 貪嗔痴不斷 暗含經裡面講的 三節不斷 貪嗔痴不斷 你可以服 但你不能斷 那麼 三節最重要的是見曲 就是 不是見曲 那個是五欲取 借進曲 跟乙 那麼這兩點你沒有了 你就可以斷生見 你就可以斷生見 你看 斷生見 你就決定會得解脫 佛陀是他很多在家地址斷生見的 徐達多 正三果 莫利夫人 非常多 我告訴你 那麼 儀就是什麼 對四弟有儀 剛才我們講的苦 己儀滅道 你看他後來會講四弟喔 那麼就是你對佛法有正確的 修行觀念 有正確的修行觀念 修行次第 修行觀念 有正確的修行觀念 有正確的修行方法 那麼沒有錯誤的修行觀念 這個是錯誤的修行觀念 你要先沒有錯誤的 你有錯誤的修行觀念 你就照錯誤的去修啦 但是你沒有錯誤的 不代表你有正確的啊 所以你還有正確的修行觀念 然後 而且你非常篤定 非常明白 沒有儀 四弟八正道 沒有儀 這樣 一這樣來修行 你就可以斷生見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們先下課